货货游客 欢迎我 我们马上就要到附罗去了 我们再见 我随后就到 嘿嘿 这下他们都是我的了 蛤 这是什么呀 蛤 天哪 这都是什么东西呀 小朋友们 我刚刚明明看着恐龙们走进去的 但是他们现在竟然都变成了玩具方块 不行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蓝色的方块 等等 这次看清楚了 原来是个魔方啊 不知道它会是什么呢 诶 这里好像出现了恐龙的腿 哇 真的是呀 小朋友们 你们看出来了吗 再来看这边 哈哈 我猜对了 这是假龙的头部 还有它的尾包 想不到恐龙竟然变成了方块的样子 还想骗过我 不可能 哈哈哈 假龙的身体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 背上有两台刺 头顶有一对脚 它的四只腿都是短的 脖子也很短哦 脑袋是宽宽的 哈哈哈 那小朋友们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魔方 它是绿色的 那你们来猜猜看 它会是哪只恐龙呢 嗯? 这个魔方看起来很炫酷的样子 那我们开始变形吧 Let's go! 对吗? 宜盛 空吹琳头上的声马 肌上的美容 着�я墟糖 kommt配东西 天有追悟到老里 不感兴奏他们一起 江江 变形成功了 它呢 就是绿色的腕龙 腕龙有着巨大的前肢 和像长颈鹿一样的脖子 第三个魔方 竟然是我最喜欢的金色 首先呢 我们将魔方两端的配件 往下翻折 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恐龙的腿部 江江 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它的脚 嗯 这边也是哦 这是恐龙的头部 向下翻折 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到 这是一只三角龙 这个呢 就是它尖尖的脚 变形完成了 哇 三角龙最显著的特征 是它们的脚和颈钝 它们的头钝可长至超过1.5米 三角龙的口鼻部 鼻孔上方有一根脚状物 以及一对位在眼睛上方的脚状物 超过80公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款魔方了 它是红色的 点度款哟 那刚刚我们已经发现了万龙 三角龙和甲龙 剩下的最后一个肯定就是霸王龙了吧 嗯 那现在我们开始变形吧 这里呢 是有一个可拆戒的零件 这边也是哦 天呐 快看 把王龙的头露出来了 哎 这里是什么呀 哈哈 原来是把王龙的尾巴 接着我们再变形它的脚 接着再把这些零件按上去 天呐 这看起来也太帅了吧 大王龙属于暴龙超科的暴龙鼠 为该属下的唯一一种 成年的霸王龙体长 约12米 体重7吨左右 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捕食者之一 哇 你们四个小恐龙 还不是被我抓到了 啊 你们四个 怎么又变回了魔方 哎 就这样吧 小朋友们 那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先到这里吧 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